- 考察学习? - 考察学习? - 你看啊,从CC开业到现在为止,出现了那么多的挫折。 - 而每一个都让我措手不及。 - 我觉得是我本人经验还是太少了。 - 所以我打算抱一个进修班,好好地学习学习。 - 你如果都考虑好的话, - 没问题。 - 你知道的,我一向都是最支持你的人。 - 蒋尼啊,你会支持我的吗? - 当然了。 - 到时候我每天接你上下学,好吗? - 在外地。 - 外地。 - 没关系,我跟你一起去。 - 三个月,你应该走不了那么久。 - 多久? - 三个月。 - 这么久? - 还要去外地? - 不行。 - 绝对不行。 - 三个月已经是最短的课程班了。 - 有那么多课要上,时间都不够的。 - 你要学什么,我都可以教你啊。 - 何必舍尽求远呢? - 我当然也很想让你这么宠着我,让我坐享其成。 - 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吗? - 我还是想努力努力。 - 你已经很努力了,真的。 - 那你就是不支持我呗。 - 支持。 - 当然支持。 - 老婆要去学习,当然要支持。 - 我不光要支持,我还要做你坚强的后盾。 - 但是你想好了。 - 三个月。 - 嗯。 - 你就不想我吗? - 我想。 - 我肯定都想死你了。 - 对啊。 - 但是工作还是要工作啊。 - 你不会跟我分开三个月就不行了吧? - 去。 - 我是谁? - 隐私沉。 - 工作狂。 - 我是那种一谈恋爱就, - 黏着女朋友分不开的恋爱白痴吗? - 不是。 - 嗯。 - 我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。 - 嗯。 - 什么异地恋出差这种? - 不是问题。 - 我绝对不想你。 - 没问题。 - 那我们说好了。 - 你不要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发一段信, - 你打电话影响我学醒了。 - 那先说好。 - 一天十个电话。 - 十个电话有点太多了吧。 - 我早上八点上课,十点下课。 - 我们商量好。 - 睡前一个电话行不行。 - 你们那是课吗? - 一天的课程。 - 还满超过十二个小时, - 那还叫课吗? - 你哪有时间休息啊? - 算了。 - 也别一天十个电话。 - 就一天叫短信吧。 - 你好好吃饭,好好休息。 - 好。 - 就知道你最贴心了。 - 你还好? - 好。 - 哪天走? - 我送你。 - 好。 - 四成。 - 郭希希,你在找什么? - 四成,你看到我身份账了吗? - 没看到。 - 你好好找一下。 - 你看那包里有没有。 - 没有啊。 - 郭希希, - 头,头疼。 - 快过来。 - 怎么了? - 快过来帮我揉揉。 - 你在哪里? - 脑袋。 - 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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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- 我看一看,我看一看。 - 肚子。 - 肚子。 顾欣欣,你居然用美人计。 知道是你搞的鬼。 你不是都同意了吗? 怎么反悔了? 我觉得,就是,身份证放在我枕头下面。 我睡的话,可能会睡得比较香。 万一梦到你了呢,对吧? 我人不就在你旁边吗? 飞鸟。 飞鸟。 明天天气怎么样? 明天。 今天。 心跳。 好。 今天。 就还有机会。 下暴雨的话, 航妈还有机会取消,是不是? 明天的下雨概率为百分之十。 怎么了?要出差吗? 我看这。 不是我,是顾兮兮。 如果是顾小姐要出差的话, 你舍不得她直接告诉她不就好了? 我是你有恋爱脑吗? 我是无情的冷恋总裁,好吗? 再说了,她都不说想我, 也不说舍不得我,我能这样吗? 不能。 对不对? 嗯。 所以硬是要明天晴天。 你去和那家航空公司商量一下, 多少钱? 我买下来。 可以。 喂。 喂,你好,这里是威莫。 你们卖UFO吗? 哦,卖啊。 好。 好。 这个合照是什么意思啊? 我怕你太想我了, 让你聊表相思用的。 那, 这件T恤呢? 这件衣服是我专门定制的。 我告诉你,开学第一天, 必须给我穿这件衣服。 告诉所有人你名花有处, 是我隐私沉的女人。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敢跟我抢女人。 那,这件衣服你怎么都给我扔出来了? 这件衣服, 这么暴露,这么好看, 我不允许你穿给别人看。 你是去上学的, 你穿件T恤, 穿件牛仔裤就够了。 穿什么裙子? 紫辰。 我是去交流学习的。 这件衣服呢, 是我自己设计的。 我也得带一些自己的作品去交流学习吧。 。 那你自己领。 思辰。 。 我觉得这件T恤特别好看。 但是我开学第一天穿美, 我保证之后穿一次给你看好不好? 。 看在你今天这么乖帮我收拾行李的份上, 我给你个小奖励。 去这么早。 。 尹思辰, 你答应我的哦。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。 好好工作哦。 我看你睡得太香就不叫行李了。 三个月后见。 顾兮兮。 宋玛。 。 尹总。 看到兮兮了吗? 太太一大早就出门了。 她也没说她去哪儿。 这个, 没有。 不过她出门的时候带走了一个行李箱。